像妳說看她什麼 睡啊 老吹暖 還是說看她慢慢拉大 其實我連我女兒第一次走路 我都沒有看過 然後今天是妳的節日 祝妳母親節快樂 然後辛苦妳了 愛妳喔 看妳慢慢拉大 我靠我陪伴走 沒錯妳去啊 世界有我哭 看著妳 對她陪伴走 好幾聲 叫跳過我 看妳靠心遠遠 不敢妳想放我 沒像咱的獨自 有緣人想我 有心埋的 心肝不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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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心肝不歸 然後賺錢 就是可以讓家人們都可以 過上好的生活 然後 今天是妳的節日 祝妳母親節快樂 然後 辛苦妳了 愛妳喔 OK 尤其是聽那一段歌之後 看到可憐女兒錄這一段影片 其實首先她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那個歌手 最震盪到我的心裡面 是 這個媽媽 跟這個兒子 生出來 分開 無關外 他人家說實在是說 那個道菜又黏笑我 我 陰陰萬萬 那個密不可分那個情感 是沒有辦法被分離的 妳知道啊 我從 因為我女兒滿月 我就上台北拍攝 我甚至於可能一年 見她一次 不然就是半年 因為那時候 一當初她沒有高鐵 所以妳知道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妳說 看她什麼 睡了 老吹冷 還是說看她慢慢大 其實我連我女兒第一次走路 我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其實錯過她 非常非常多的成長 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遺憾的 對 所以我就希望說這首歌 其實真的希望可以感動很多人 然後去珍惜妳現在身邊所擁有的 對 能力之餘也幫助更多的人 對 是的 今天要感謝所有好朋友 參加我的節目 也祝福天下所有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沒關係 皮膚